副作的祖父是台湾小儿科之父 为火药在当年 他有效饿阻了小儿麻痹症的蔓延 可是副作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 你说阿公他是大肠癌的患者 他当时是怎么回事 他血便又回医院检查 只有他的肝脏很多的肿瘤 你说那个时候 如果他是落实每三个月的定期追踪 或许可以早期发现另外的大肠肿瘤 而且当时是有机会切除的 是的 我想在那个年代 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医学也都 还不是那么样子的到位 所以祖父在生病的当下 在做检查的时候 其实就认为有至少两颗肿瘤 在肠道里面 那么我们的前辈老师们 也都很顺利的把它移除掉 然而在过去的年代 不了解到定期追踪的重要性 跟他的角色 所以祖父本身年纪也大 他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所以等到一年之后 他再次因为有血变的状况 才来再就医 他那次就医的过程当中 就发现到肝脏 其实已经有一些移转的肿瘤 所以我们进一步再去了解 发现到他事实上 他还有第三个肠道的肿瘤 是在一开始没被确认找到 当然这当中 并不是当时的老师有任何的瑕疵 而是说在当时的观念上 不若现在的这么明白 所以的确有一部分是有散失 跟可以再精进的地方 那这也是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介绍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了解到 及早治疗 下一个个案我们知道是明医 他也是血变 55岁的患者 他就是医生 他就是血变体重减轻了 经过检查发现 他是直肠癌合并肺部的转移 所以是因为肺部肿瘤 确认只有一颗 像他就可以手术完整的切除 是的 其实他是一位中医师 那他有血变的问题很久 然后他一直把他当成是痔疮 然后事实上 他是一个非常靠近肛门的一个癌症 那等到他一直认为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 嗜切的舒缓之后 他才就医来做检查 那进一步我们了解到 这是一个直肠癌 那合并进一步发现 有肝脏的一个移转 然而运气好的是 他的移转部分只有一个 单一个在肺部 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针对肺部的部分 以及直肠的部分做完整的处理 那当然后续做一个 必要性的一些辅助性的药物治疗 我们排泄出来的作品非常重要 什么样的颜色代表什么 咖啡色绿色 黑色黄色红色灰白 假设是灰白步骤 要小心什么 平心而乱 制作单位很用心做这可爱的分辨 小朋友 那灰白色的分辨 基本上告诉我们胆汁 没有顺利排好肠道里面 因此它的颜色出不来 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金黄色出来 因此才会产生灰白色 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这个灰白色的分辨的时候 通常要去注意胆道系统是有问题的 胆道系统 如果是红色呢 红色当然大部分会想到的是 是不是有血的成分在里面 当然有时候饮食上 红色火龙果会影响 然而排除掉这个因素之后 我们当然就要想到是不是肠胃道有出血 那么一般会看到红色都是下消化道 也就是我们大肠直肠甚至肛门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鼓励民众能够就医 然后进一步的去了解 形状也很重要 如果说是像这一种类型的香肠状 而且有裂痕呢 其实第三型第四型都是一个很完美的状况 相对是完美的状况 那只差于水分的摄取量是否足够 所以看到这样的部分 表示大部分的饮食状况是OK的 然而水分的摄取或许相对不足 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 但是如果到很第四型的话 大概就是水分成分大概都是很恰到位的 明依今天要亲自示范达文西手术 这个个案是中年大肠癌的患者 他肝脏转移 首先先以腹腔镜手术切除肠道的肿瘤 再来以达文西机器手臂进行手术切除 达文西手术之后的挥布是更胜一筹 我请部座来解释达文西机器手臂它的发展 是的 我想首先为什么一刚开始先用腹腔镜 是因为我们刚开始认为这个病人的机会不算太好 因为它有肝脏的遗传 所以我们先把肠道相关问题解决掉 那我们希望用比较相对负荷得起的一个方式 来执行微创手术 顺利完成之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 那肝脏也得到适切的控制之后 这次我们因为要做比较主要的重大手术 所以我们考虑到达文西这个精细的东西来执行 开完刀隔天竟然家属非常不满意的告诉我 为什么有这种好东西上次不用 是那当然我们就慢慢去体会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 原因在于达文西机械手臂本身 它的设定上不会让我们的手去牵扯到病人的腹腔 而间接让他手术后的疼痛也能够大幅的改善 所以微创化之后再持续的微创化 观众陪我们要请部作亲自来模拟 这个达文西手术如何进行 是这是一个模型 那这透明的部分可以让大家看到里面的肠子 伸直到肛门口的部分 那么在腹腔镜手术的时候 我们有这些腹腔镜常用的器械 包括这个可以把肠道的部分做切除 那在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常常会做适当的这个血管的控制 让出血量减少 用这种能量武器来执行 可是大家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它其实没有所谓的手腕功能 手腕功能 对 它只有手臂 但是它没有手腕 然而达文西的这个手术过程当中 这样的能量武器 它有多了这个手腕的问题 因为我有小手 甚至它可以张开就变成有手指 所以尤其到了直肠这种很低位 尤其要保留肛门的这样过程当中 就会变成达文西手术可能会提供 更加的一个手术方便性跟细致性 我们可以稍微模拟一下吗 能做到哪我们就试试看 比如说我们在镜头的协助之下 这个达文西的手臂进来 它可以一路做到肠子 然后进到骨盆腔底座 然后持续的进去往里面做一些移动 非常深入 它可以非常深入 而且加上镜头 也可以进到非常底部的地方 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细致的构造 它可以放大到十倍 所以比起传统腹腔筋的三倍 又更来的直系 所以这是在整个手术 发展过程当中 一个最大的希望